话语时机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今天是9月19日 星期四 感谢神的话语 解禁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阅读和聆听来自克雷斯 牧师的美智灵修 话语的时机 今天的信息题为 我们的语言与众不同 但我们既同有信心之灵 正如经上所记者说 我应信所以说话 我们也信所以也说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 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三章一支三节 中说哥林多的基督徒 是属肉体的时候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话语 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说话 所以不能活出 神对他们的护照 作为神的儿女 你的交流表达 必须反映出福音的准则 并以我们属天国度的宗旨 和文化保持一致 属肉体的或者是普通人 都是凭着感觉说话的 他们说的是恐惧和不信 但我们的话语则不同 我们说的是信心 我们相信 因此我们说话 我们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信的是神的话 祂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话 荣耀归于神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实际 因此 每当你在任何状况中 说出神的话语时 你说的就是有关该情况的实际 例如 如果你感到头痛 或者关节 身体的任何部位疼痛 不要说 我头痛 或者是我有关系炎 相反 你要撤止它 并说 我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 因此 我是永远健康和强壮的 没有一种疾病 能在我的身体里滋长 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当你这样说时 你就是在说真理 你在肯定 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 疾病 虚弱 贫穷 软弱 和死亡 都不属于神赐给你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说出来 哥林多前书 2章12-13节说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世人的灵 乃是神的灵 叫我们知道所 神所摆摆赐给我们的事 我们讲论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 所教顺人的话 乃是用圣灵 所教顺人的话 将属灵的事 与属灵的事 比较 我们灵受了圣灵 来帮助我们认识 和了解到 神摆摆赐予我们的东西 这些就是你应该说出来的话 那么 神给了你什么呢 祂赐给你永生 约翰一书 5章11-12节 祂赐给你智慧 公义 圣洁和救赎 哥林多前书 一章30节 祂赐给你 关注生命 和尽且所需要的一切 彼得赫书 一章3节 这些都是你应该说的话 时常大胆地肯定 你是谁 你拥有什么 你在基督里 能做什么 说出信心 和力量的话语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做宣告 圣灵 已经顺念我的舌头 可以说出 天国的语言 我只说 有信心 有权柄 有能力的话语 我只说 符合基督在福音书中 的教导的话语 我只说 符合我们天国的教义 和文化 话语 阿门 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经文 哥林多前书 三章 一至三节 罗马书 八章 六节 哥林多前书 二章 十二至十三节 一年的读经计划 迦拉太书 三章 二十六节 四章 一至二十节 以赛亚书 一章 二节 两年的读经计划 提摩太前书 四章 九至十六节 耶利米书 三十七章 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城市 地区 教会 只要你有心 将神的福音 传到地底 我们欢迎你 与我们一起合作 在二十四小时内 用话语的实际 以所有已知的语言和方言 带上帝的爱和信息 到你所在的地方 充满整个世界 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 为这个活动做好准备 第一 赞助话语的实际 第二 参与祷告 第三 招募赞助者 第四 在你的城市分发 话语的实际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一起祷告 请扫描以下的二维码 通过Zoom连线 我们将每周一晚上九点半 为这个活动祷告 欲了解更多 请通过 tnimsia at gmail.com 以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以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ainsi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